你干嘛 放我下来 改回家喽 好了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种 特殊的长安工具 就是这个透镜 您好 在家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受不了他们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你 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 你 是我的 就这么走了 这还上不上课啊这 少爷 苏姐姐 你们回来了 叫什么呢你 重新叫 王爷 王妃 咱们快去吃饭吧 走吧 走 好丰盛啊 这么多啊 来 少爷 你最爱吃的 来 吃这个 小飞 还有这个 多吃一点 给 长身体 一定是谢兄 少爷 你看 陪兄 苏兄 今天我和如霜赶了一百多里路 看到特别好看的桃花 桃花有白色的 粉色的 还有红色的 哦 对了 如霜在北水镇 治好了一位婆婆的耳朵 我为婆婆放了鞭炮庆祝 我还带婆婆去吃饭 带她去 谢比明 你能不能写写重点啊 哦 对 写重点 写重点 如霜 重点是什么来着 就是我们把婆婆的耳朵 治好之后 她老听见这屋里有奇奇怪怪的声音 以为屋里在闹鬼 哦 对对对对 我和如霜 白白还以为是婆婆的耳朵 被治好之后出现 还听了呢 想着在过去给她瞧瞧 可没想到我们也听到奇怪的声音 像是有人在敲打墙壁 可不或隔壁 根本就没忍住 哎呀 真是太吓人了 有人在装身弄鬼 少爷 我们去找他们吧 就像咱们以前刚认识那会儿 一起查案 好 飞燕 去除了东西 太好了 走吧 好 走